记者杨纯会台北报道,被农总经理吴殷宁上任一路IP,据转述,民警党主席,总统蔡英文金鱼中常会上表示,吴殷宁是会做事的人,但她不是政治人,不是很熟悉政治,在政治场合的应答容易被误解,吴殷宁现在面临的是政治性的处境,要求农委会应有人协助吴殷宁面对政治攻防。 民进党中常会金邀农委会副主委陈吉仲专案报告从520农民运动期纳诉求谈新农业的进度与检讨。 陈吉仲特别在简报中声援吴殷宁,列出吴殷宁与前任北农总经理韩国瑜比较,强调吴上任短短时间内,北农绩效有非常明显改善,从盈于乃至于制度改革,都远远超过韩国瑜在任期间, 吴殷宁的表现并不如同媒体报道的那样子。 与会者转述,立法院民进党团宗赵科建明随后表示,吴殷宁看起来做得很好,怎么会被大家说得这样子? 蔡英文随后也说道,吴殷宁是会做事的人,但他不是政治人,不是很熟悉政治,在政治场合的应答容易被误解。 民进党发言人Colazel Taker会后准述,蔡英文在陈集中专案报告才是,民进党做了那么多改革,不能因为单一事件被人民误会。 对于网络谣言,行政院各部会到党部,都要针对假新闻要做出适度的澄清平衡。 Colazel Taker指出,蔡英文会中特别表达他对农业关切,强调过去执政党做不到的,民进党执政两年做到很多事。 他也说,民进党曾一度执政,但非国会多数时,很多事情没办法完成,他也期许行政院和部会用更浅显异动方式,让人民更加了解这两年在农业发展方面的进步。 蔡英文说,民进党做了那么多改革,不能因为单一事件被人民误会。 他特别才是,希望各机关告诉民众和社会大众,真相到底是什么,盼民众不要对错误的假新闻所误导。 他也说,希望相关行政院各部会到党,都能针对假新闻做出适度的澄清平衡。